HELLO 大家好,話說有人問 更新之後,這些新的路人,57個路人 厲害了很多,那又有什麼牌組? 可以比較容易刷牌,不容易翻車呢? 我測試了兩個牌組 第一個就是劍鬥獸牌組 這個劍鬥獸牌組,他刷路人的勝率大概七成以上 相對來說,勝率都高一點 而另一個牌組就是這個匈牙團 匈牙團這個牌組就有八成以上的勝率 我們來詳細看一看,首先看一看這個劍鬥獸牌組 他詳細的對戰場數和勝率是如何呢? 好,那這個劍鬥獸牌組呢? 大概測試了這個四十一場 聖場的三十,敗場的十一,勝率有七十三 你可以看看對應每個牌組的對戰場數和勝敗場數 例如,第一種就是水晶輪波濤的名牌組 他贏就可以三勝三敗 而打心羅牌組就有兩勝 名光立世就是這個光道牌組,也是兩勝 而冥界判決就是那個冥王龍牌組,有三勝兩敗 而內戰劍鬥獸的榮耀就四勝零敗 吸血鬼聖焰就一勝一敗 要撐寶石騎士就四勝零敗 而侵入魔是零勝,而一敗 我門市電磁人就二勝三敗 超級體育場就是一勝 手牌盜賊就是二勝一敗 而攻擊前鋒就是那個怪獸牌組,之前都遇過 這是二勝零敗 黑城騎尾拉也是二勝零敗 你可以參考一下,看到劍鬥獸的內戰 用來打劍鬥獸和寶石騎士牌組 性率是比較高的 而用來打侵入魔、電磁人、水晶輪、冥界判決 這幾個牌組的敗場都不太高 或者是偏低 你可以選擇性地應對 可能你用這個牌組刷 我會選擇一個性率比較高的牌組來打 因為可以乘三 我會選擇劍鬥獸的榮耀牌組 以及揮燦寶石騎士的牌組 去刷 你可以有對應性地去刷 哪一個路人 可以再提高你的牌組的性率 當然,如果你是劍鬥獸 你用這副劍鬥獸去刷 你不要特地去找電磁人 或者水晶輪來打 變成你可能會拖低你的性率 這就是劍鬥獸的刷路人牌組 你要留意一下 我劍鬥獸的額外牌組 我沒有擺到那隻2500攻的融合怪獸 由於你最多都是擺一張 我沒有擺 最多擺一張 即是他有兩張劍鬥獸在場 基本上他都會融合這隻2500攻的融合怪獸上場 所以有時候不是很必要 要他出場的時候 他出場反而是會拖衰架 所以我是直接不放他 直接放尼陸 還有這個3000攻 要三張劍鬥獸才可以融合到 魔法卡、陷阱卡方面 都是偏向一些保護性 我下了一些減攻 或者防戰破、防效破 例如攻擊力、無力化、鏡壁、分斷、盾寵 這些減攻的卡 而劍鬥獸方面 我放了一隻1700攻 而沒有放那隻 這隻 什麼艾克什麼鬼東西 沒有放的 他這張純粹會收回一張劍鬥獸 加入手牌 我覺得個人來說沒有必要的 但是由於 如果你有劍鬥獸成鬥 在牌組的話 基本上很少會照相鬥上場 可以不放雙鬥 可以放雙鬥 也可以 看看你怎樣選擇 技能方面 我測試的時候沒有設定技能 看看有什麼 有用的技能 可以放進去 如果你是這副 我就不建議你用龍之刃 增加那些 9不達8的卡 直接不用技能 這個就是劍鬥獸的 賊鬥人 讓你參考 有什麼改動可以自由選擇 純粹讓你參考一下 不是說 你一定要這樣刷 不是的 最好是你自己可能有自己的判斷 去判斷一下 到底我應該怎樣加加減減 那些 或者你可能有一個更穩定的方法 也可以留言 告訴更多的人知道 這個是劍鬥獸牌組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 這個 兇牙團的牌組 兇牙團牌組 我們先看看 聖敗場 聖率 那些 這個 就是兇牙團的聖敗場聖率牌組 首先 你看到水晶輪 六聖二敗 其他的自己看 總場數是63 聖場有52 敗場是11 聖率有83 即是八成以上的聖率 那你見到 是 即是對這個 冥艾判決 是六聖零敗 那 見到獸呢 七聖零敗 而吸血鬼呢 二聖零敗 而侵入魔呢 也是三聖零敗 那 超級體育場 四聖零敗 那 你見到 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對六副牌組 來說 他的聖率暫時都是100% 那 可能 這樣 如果你們是拿這副牌去刷的話 那 當然就是優先選擇這些 聖率比較高的牌組去刷 那 亦都不會選一些 特意選一些 可能性率比較低 那 例如打寶石騎士 或者電磁人 那 就是 可能性率只有50% 那你就不要特意去選這些 那 因為你可以乘三 打一個 就等於打了三個 那 你不用整條 即是整十個路人都打十次 那 所以 當然優先選擇 他打了這個 性率高的 那幾個路人 那 就是這樣 那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牌組 怎樣去 執拾 那 這個 兇牙屯牌組 測試技能方面 也是沒有用技能的 你可以因應你自己的 技能方面 可以放些什麼有需要的技能 都可以 當然 我也不建議你放這些龍之印 因為它塞到一些 這麼特別的牌 下去 那 那 陷阱卡方面 我就放野獸爆氣 其實你可能 你不放那麼多野獸爆氣 或者你 直接放一些比較實用性高的陷阱 魔法陷阱卡 那 例如一些常用的就是 這個什麼 分段之壁 這些 或者一些 加減攻 一些防禦性的那些卡 那你都可以拿來換 換這個 野獸爆氣 那 不一定要拿野獸爆氣 那 看看你個人 不需要 那 其他應該 爭議都不大 那 這個 兩張兩張三張三張 基本上 大致上 是 那 你自己有什麼 加加減減呢 可以自行判斷的 那 不是說 都是那句 你一定要照抄 照copy的 那 我個人來說 比較不推薦大家 又可能說 直接 整副抄完 完全是沒有變動的 那 最好 就是把自己的看法 那 融會貫通 那 靈活變通 那 可以 就是 加減減那些 可能你多換一兩張卡 可能就會 令到整個牌組 可能就 再勝率再高一點 那 如果 覺得已經低了 那你就可以再 換回來再試一下 那 或者你如果有更好的選擇 你也可以留言 告訴大家 到底 喂 這樣也不錯 勝率都OK高 那 你也可以 留言告訴大家 或者有些什麼 可以平民一點點 或者便宜一點 其實這副 其實都比較便宜 那 因為胸牙團 爛大街 那大家基本上 人手三張 皮特 那整副東西 其實最貴都是 比特的 我為什麼要放這些呢 其實我就不想 不想提高 他那個 課金率 所以 分段之筆 可能 都要買回來 那 所以 就 偏向比較便宜一點點 的 這副東西 那 野獸爆氣 這些RL卡正常應該人手三張 這些 就 沒什麼 大的爭議 這些 那 大致上是這樣 這個就是 空牙團的 刷分牌組 那 這條片 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更加好的 一些 刷分牌組 不妨可以 Facebook 告訴我 或者直接 在影片下面留言 看看我們下次再拍多條片介紹一下 你推薦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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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路人的勝率 到底是怎樣 那 喜歡的話 記得按一個 Like 和訂閱 也可以Follow我Instagram 和Like我Facebook 那 就這樣 收工 頂錄完才發現 忘記開了下角這個 公仔 趕快開它 先